我现在的位置位于四川省阿坝州 壤堂县 嘎卡岭 这是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海拔是3920米 气温就在十多度左右 非常暖非常非常凉快 这叫九道拐 嘎卡岭 九道拐顾名思义由九个急碗组成 海拔3920米 远眺群山茫茫 似潮起潮落般的感觉 远远望去绿油油的一片 绿色的云海 站在山顶有一览群山矮 山高人为风的感觉 这就是嘎卡岭 这个下面就是九道拐 可能有九个弯一直拐下去 这个盛夏时节 我发现甘子州和阿坝州是避暑胜地 而且这里风景美 有草原有高山有云海有蓝天 什么都有 只要天气好 美丽的风景到处都是 但是最近全国都在下雨 阴雨天比较多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阴雨天比较多 风景就没有蓝天那么好看了 以后每年的夏天都来阿坝州和甘子州 来避暑 阿坝州还好一点呢 特别是甘子 甘子州像瑟达那边就是长冬五夏 常年都是没有超过20度的气温 避暑是非常好的 这一夏天我都没感觉热 我跟黑妞都没感觉到热 就前几天去趟成都热够呛 就待了一下午 然后就连夜走了 走黑妞咱上车 黑妞 上车 还没忘吃 这个风景太美了 远处这云海 但是此地不合九流啊 我现在就停在道中间了 不行我得走 你来干啥来了 阿黑妞 妞儿你回来离那儿远点 你掉去呢 这河水挺湍急的 这下雨过后就有云 我现在走到了一个交叉路口 往这个方向走就是斑马县 然后这个方向走就是阿坝州的阿坝县 大概还有100多公里 这下边的县城就是阿坝县 这阿坝县还挺大的呢 周边的村 乡 人口还挺密集的 还可以哈 县城不小啊 有几个桥 起程 赶路 去阿坝县 密点石 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到阿坝县城还有半个小时 正好到这吃着 哎 这边有一个阿坝县的观景台 有个停车场 那就把车停这里 这里呀 可以呀 这多好啊 现在海拔三千五 海拔三千五 有网络 这里挺不错 阿坝县简介 阿坝县地处川 干 清 三省的结合部 清大高原 东南沿 阿坝藏族 羌族自得州 西北部 一日游三省 一脚踏双樱 是阿坝县最真实的邪绕 圣山净土的阿坝 让摄影 这个疯狂 是旅游者的天堂 看看 你看我现在就在阿坝 我是从长堂 走走走 沿着这叫阿两公路 一直走到这个阿坝县 现在就是 还有世外套原神座呢 柯河大峡谷 这是联保叶泽景区 扎嘎 耳沟景区 至青海 这边我都去了 这条路我都走过 成都 从这 这黑水 黑水就是那个 打鼓兵船 黑水线有个打鼓兵船 红园 这我都走过 瓦切 瓦切就是那个 那实地公园 不是就是红军 苍中路那个叫 叫什么地方了 我大概忘了 什么九曲第一弯 若尔盖 这我 一直在前段时间 一直在若尔盖 这甘肃 甘肃的甘南县 马上去 这我就在阿坝 然后之后直接奔青海 青海这有一个 叫 果落 藏族 四只轴 然后这有个黄南 藏族四只轴 完了往这边就是兰州 这个位置就是兰州 来 把这给你摘开 来来来 哎呀 好了 去玩去吧 你看 就值得就得疯了 黑牛老来到草原 必须得狂欢 看打滚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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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翻呢 你慢点跑 黑牛 快回来 又疯狂了 又不知道咋美好了 这有鲜花 有草地 黑牛就是属于野狗 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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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来 黄尔谁来 我都找不着你了 过来躲猫猫呢 黑牛 黑牛 来了来了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这是啊 跑三腿了吧 走啊黑牛 咱俩 咱俩 咱俩回去吧 回去休息一会好不好 没玩够呢 那你玩吧 没玩够 这总下雨可如何是好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停车场很好 很宽敞 我还不想去进县城 进县城里 又没有地方停车 然后黑牛 溜得又不方便 这里等到晚上的时候 就剩我和黑牛了 然后 可以让黑牛在这里随便撒会玩 哎呀 但是现在天气不早了 我还没吃饭呢 刚才说去那个阿娃县里去吃点东西 但是没去 我不想进县城 哎呀 黑牛 咱俩沿着吃啥呀 这外边下雨 也做不了饭 哎对了 嘿嘿 我试试看看 在车里能不能做饭 看看我改装那个小吃能不能做饭 咱俩沿着啥呢 咱俩蹲个牛肉吧 好不好 炖个牛肉吃什么呀 行啊 行那就炖一个 炖一个垃圾桶拿过去装垃圾 这个拿过去 走 咱俩试试 上后边看能不能做饭 我看看 心有意 这不是我的厨房吗 水还能拿出来 奇怪 没有问题 把这儿收拾收拾就在这儿做饭了今天 这是什么 C型房车 B型房车 对吧 你看我这小面包车 我给它改完了之后照样给屋里做饭 一会儿那窗开个小缝 要把衣服收起来 这衣服洗了干了 这衣服洗了干了 穿上的收吧 先放这儿 把背叠起来 把背叠起来 把背放这边 就在车里做做饭 看能怎么地 空间有点小点 水箱放这 这不就来水了吗 这都是小问题 我严严做一下 咱就做个简单的 把那个煮个牛肉 这胡萝卜也得打一下皮 把这个老皮打掉 对我这心里太好吃了 是吧 咱这有水现成的 都到这里了 到时候皮肚子就倒扔了 看 做饭非常简单 今天还得给黑牛煮点鸡蛋 好几天都没给黑牛吃鸡蛋了 鸡蛋没了 不是鸡蛋没了 鸡蛋没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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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牛肉放里 这牛肉就是熟的 所以不用放盐 啥子不用放 就把它弄熟了之后 我给黑牛肉整出来点 然后剩下我的 我就往里加点盐 加点葱啊 加点酱啊 加点酱油啊 你弄就行了 就是喝点牛肉汤 吃点饼 就是晚餐 生活就是这么如此美好 妥了 加水 多加点水 好 干啥呢黑牛 你知道这 下厨 往那一爬 来啦 热上 这完事了呗 多简单呢 此时此刻 什么 眼睛有点青江蒜是吧 不拿菜板的 就用这个来吧 反正那给它切成片就行了 只要能将就就不讲究 这小菜板不也行吗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追过来啊 干啥呀 这是 逗我玩呢 我给你做饭吃呢 在那等着吧 这个时候 就等它开锅了 开锅就好饭 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这车空间还挺大的 还能 改个床 然后还能有厨房 还能给黑牛有助的地方 过来来 黑牛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有条件来再换个大车 是吧 跟黑牛更宽敞一点 其实这车也行 一个人 带着黑牛 完全足够了 然后这车 质量也可以 还省油 一公里 四毛钱呢 都不到五毛钱 空间还挺大的 行了 这个余温差不多了 现在这里头 一直闷着热气 闷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要那哈 我要 给黑牛煮鸡蛋 哎 不行了 拉一步 着我 往点火 他还不着呢 火鸡有的是 我就不信这么多火鸡 没有一个好使的 啊 完了 这不能让我吃凉饼啊 你看火鸡高反了 这晚上猎一棒 一个都不着 海拔三千五 怎么就打不着了呢 刚才怎么着了呢 第一下就着了 不行 我还得给他弄打 哎呀 好不容易打着了 高反也能打着 差不多了吧 黑牛肉 整点饭 泡上 然后晾凉了他就能吃了 牛肉 给他挑点牛肉出来 别着急 好了 完了 胡萝卜土豆 再来一块肉 再来一块肉 好了 那些是 这些是我的 这些是他的 好 喝点牛肉汤 吃点干部饼 这么大一块牛肉 主要的牛肉好吃 一锅牛肉汤 一锅牛肉汤 都吃完了 看这雨后还天晴了 差不多了吧 哎呀这家馋 这家馋 你说你都馋啥样呢 我应该怎么训练你呢 你说这么馋 黑牛一点都不糊食 我怎么弄的 它都不咬我 有的狗不行 那也糊食 这幸福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还可以哈 阿八仙 多云呢 真是严重多云 但是没有下雨 还挺好 哎呀黑牛呢 这呢 瞧他眼睛呢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睡得香吗 好嘞 哎呀 对了 今天有鸡蛋的 咚咚咚咚 看着啥 哎呀不行 你现在不能吃 好几天没吃鸡蛋馋了 是不是 好不好吃 不是 好不好吃 还没吃进去 不许 不许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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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许蹦 你不蹦我就不给你了 哎 不许蹦 哎 哎呀这下急 等会啊 我把鸡蛋皮扔了 我把鸡蛋皮扔了 哎呀 哎呀 不许蹦 抱抱 不许蹦 那你要这么蹦 你不抢过手了吗 该来该来 别动 别动 好了好了 哎呀 乖乖 好吃吧 只要还有 把这个全拿下啊 这个没有了 等会我把它好好挤挤 尽可能多挤住点 地主家鱼粮也没有多少 哎呀 哎呀 直脚 来来 好了 这回这回感情了 没了 剩那点不吃了 去上车吧 上车 咱俩出发啊 吃饱喝得 咱俩就走了 明江在阿良路上 继续行驶6.5公里 这是干啥啊 还有个小手搭上来 这是要与我 什么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啊 这是干啥啊 前面就是那个 阿坝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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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再欣赏一下大桃园吧 这是蒙古包啊 这不算蒙古包 这叫帐牌 你哈哈 哎哎哎哎 干啥呢 哎呀 牛爸爸呀 牛爸爸滚一身 哎呀 这咋 这有昨天晚上下雨了 整这露水 干啥呢 这不整一身呢 整一身水吗 那不 看这花 撞过头来 呀 这不像是葵吗 看这不像是葵吗 这花应该叫什么名 黑妞 黑妞 过来 黑妞 咱俩上里歪歪一会 又不知道咋美好了 哎呀看这地下这花 长得都挺好看 咋子啊 就这样是 这这是药材吗 这一 这贴地皮长的 很紧张啊 长 哎呀哎呀 这是干啥呢 这边手机没有信号 然后 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度 但是我能感觉到 我现在我这个是稍微有点棉的 然后我感觉现在还动手 就是这就是阿八仙这边的天气气温 很凉快 这个石头 层一层一层的 哎呀 慢点儿 这花开了 这有个牌子 青海界 就这个牌子青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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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这个牌子 算的话 那我就现在一脚踏两省了 青海省和四川省 这孩子 你看 干啥呀 啊 这用后背飘移呢 就这么处了 你这是哪来的欢乐呢 最后在四川阿八州留个纪念 我估计 我这次离开四川阿八州的话 在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因为 这次 川西这边 阿八州和甘兹州 我都已经 走走 基本上都走遍了 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但是这边的气温确实我挺喜欢 因为这夏天 在这里避暑是相当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去青海 青海 看看哪里好玩 看见哦 这些还没玩好 整一身 精湿 这都什么造型 你想洗澡了 你现在还不能洗澡呢 哎呦我发现了这个 这个地方有点 这是人工制成的吗 这好像是一个万字符啊 这是一个什么符号 好像是一个大符号 然后这个土挖的这个我感觉是个万字符 一直从到下面 然后它往那边拐 然后这个也是从这 往这 往这边拐 但是 应该从立体 从 俯视的看能看 用无人机飞一下也可以看见 走 黑妙 走 咱俩回去 回去用无人机飞一下 哎呀 哎呀 哎呀呀 崴着腿 你是不是虎啊 抢着腿怎么整的 你瞎怎么掉的 这一看 跟石精病 石精一头 你啊 这个叫万字符 是佛祖的心印 是代表吉祥的意义 干嘛 你可慢点啊 咋这样呢 这孩子 还都说他胖 你就他这种运动量 你那不给他吃饱了 他能运动运动了吗 从来都没有一点消停的时候 不是跑就是地儿的 你要让他 趴一会儿 除非在车里 要么就睡觉的时候 你一旦给他放出来 那就 那就不知道咋地好了 嘿嘿嘿 你看 这一天 你的啊 就是一个 开心果 永远都这么开心 无忧无虑的 其实做人简单点好 你看 黑妞 她的智商也就在 四五岁的孩子 她永远都保持那个 乐观开心的那种状态 从来也不会 胡思乱想啊 也不会 给自己 找不愉快 总是那么开心快乐 所以说人还是简单点好 是不是黑妞 你看 总是这么嘚瑟 就小嘚瑟 小嘚瑟 小嘚瑟 快回来 直到我叫她 小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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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嘚瑟 这名副其实的小嘚瑟